12月15日 高以湘的告别是在亲友的悲伤中举行 高以湘生前暖人亲和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却在录制追我吧时不幸促逝 才35岁的她的离去让亲朋好友和粉丝都难以接受 高以湘的父母为了不让亲友过度悲伤 决定取消开放亲友瞻仰怡荣 让高以湘体面地离开 追思会的主题为放心高飞以湘追思会 整个会场白色花海布置充满温馨 高以湘的告别是被点缀成白色花海 寄托住所有亲朋好友的哀思 高以湘父母亲自为高以湘挑选了舒适的兽衣 纸扎陪葬品等 都是高以湘生前喜爱的物件 高以湘的爸妈也相互搀扶到达追思会现场 看起来十分憔悴 高以湘的大哥 二哥手捧排位移林到告别式会场 女友Bella紧随其后 虽然众人都戴墨镜仍难掩神情哀伤 送别至爱的亲人 画面让人落泪 告别式前高以湘录制节目时晕倒的现场视频被曝光 网友也纷纷质疑节目组 高以湘的妈妈通过经济公司发声 表示希望不要再传播高以湘的相关画面 让高以湘安静离开 浙江卫视总监林勇眼中含泪不停双手和时表达致意 并送上花篮 写住痛到以湘 摆在追思会的显目位置 浙江卫视总监林勇在王军陪同下离开追思会现场 他不停表示我们非常伤心 我们非常伤心 对于有关高以湘的保险 赔偿问题 他双手和时没回答 王军则不发一语 随后林勇在专人专车的陪同下离开会场 浙江卫视总监林勇带住几名工作人员现身追思会 并在采访时表示对高以湘的去世非常伤心 但被追问赔偿金问题时 林勇没有回应快步离开 陈建州范伟奇夫妻 毛家恩罗文夫妻 连凯 锦荣 姚元昊 汪东成 王阳明 孙云云等好友出席佳绩 与高以湘告别 高以湘追思会现场投影住高以湘生前帅气的身影 宫亲友悼念 高以湘两个哥哥列为家属打理席 女友贝勒以准儿席的身份 坐在高爸高妈身边的家属席 眼睛已经哭肿 跟随高以湘爸妈向亲友鞠躬致意 高以湘的女友贝勒离开追思会现场 跟随灵车陪伴高以湘的棺木遗体 遗灵至二病火化 高以湘的陪葬纸扎 纸鹤 兽医等也一病以往二病火化 陪伴高以湘一路走好 高以湘的大哥捧者排位 二哥双手合十 女友贝勒陪同高以湘的棺木进入火化场 众人脸上神情悲哀欺伤 跟随法师身后 Bella一直穿住高以湘生前的衣服 受伤带住两人的情侣戒指生死不变 大拇指上是高以湘的 小指上戴的是自己的 眼睛红肿看起来很疲惫 在朋友的搀扶下离开火化场 高以湘的遗体火化完成后 骨灰将安置于金宝山墓园入葬 葬礼将在下午举办 高以湘的父母随后步履蹒跚走出灵堂 被人搀扶离开 看上去疲惫不堪 追思会结束后 高以湘家人送上暖心又伤感的藏米回礼 高以湘生前最爱吃的小熊软糖 下午两点 高以湘的遗体火化已经完成 高以湘的大哥 二哥及女友陪同高以湘的骨灰夷灵金宝山 金宝山墓园是环境优美的风水宝地 著名歌星邓丽君就在此长眠 高爸爸此前曾来过 为儿子亲自挑选墓地 让高以湘可以安享极乐 高以湘的追思会在金宝山墓园的礼堂内举办 象征为高以湘在此处安家 众多好友泪洒现场为高以湘送别 据悉高以湘过的墓地 会像邓丽君的云园一样 墓园可开放粉丝缅怀 但目前还没建好 因此骨灰先暂放塔位 日后确定可开放时 会向外界公布 高以湘的牌位和骨灰都暂存于金宝塔内 高以湘 一路走好 天使终于回到了天堂 点握关卡 点描述 MING 感谢观看